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已经打烊了 先生 我们真的已经打烊了 如果您有用餐的需要 欢迎您明天继续光临 司成 像流线划过 夜空点亮了 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散绝了 我去买了冰淇淋 路外眼曲折 当光芒闪烁 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过 重来的以后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我不会退缩 被你无时无刻间动着 因为我 你 您笑什么 孩子 你真以为妈 是那种恶婆婆呀 你从小喜欢什么 我就拿走什么 我是为了 让你变得专情 未来可以 面对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那个顾兮兮 确实不错 她人哪很细心 又很上进 儿子啊 如果这次你是认真的 那往后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知道吗 妈 谢谢你 行了 你不是还有约会吗 还不快去 那 我要飞翁送你 我爱你 你怎么这么会撒娇啊 看在你撒娇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迟到了 但是 冰淇淋得陪我 我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谁要你啊 我要冰淇淋 你确定不要吗 要冰淇淋 不要我 要冰淇淋 不要我 冰淇淋 不要我 冰淇淋 不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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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们今天叫我来就是给你们拎包的呀 瞧你这话说的 难不成让西西灵啊 老公 辛苦了 陪老婆 不辛苦 不过我妈是真的有点偏心啊 有了儿媳妇就忘了儿子 呜 死小子 我回去做饭给你吃补偿你好不好 诶 西西 来 喝过来 你看这件衬衣 特别适合你啊 来 试试 好 来 试试 好 还行吗 喜欢吗 嗯 喜欢 饿了吧 饿了吧 真不错 你看他们多在这等着呢 哎哎哎哎哎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不等你了 路上堵 这个点儿最多 快坐 坐 一段时间不见 你气色越来越好了 看来有时间 我也要出去住一阵子才行 嗯 哪有啊 这不是多亏了我们西西和思辰陪着吗 你 有孩子们在身边啊 这心情好了 身体自然就好了呀 你呀就是会享受 这位就是顾小姐吧 叫我西西就好了 对我阿姨好 没有打扰你们吧 哪里会呀 没有 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是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可差远了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我们西西真的漂亮 哎 你们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真漂亮 美了啊 这设计 哎 这都是我们西西设计的 哎呦 真不错啊 西西还会设计衣服呢 你懂什么呀 人家就要调节生活小情趣 哦 我平时的时候啊 也会做一些小衣服呀 做一些小桌布什么的 打发时间呗 嗯 不是的阿姨 我是一个设计师 这是我的工作 我自己开了一家店 不错啊 开店了 哎呦 你们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不简单 我女儿啊 要有她一半 我就放心咯 你家小悬要是有心啊 早买公司做了 可是啊 人家喜欢的是学术研究 别贴了 昨天晚上才通的电话 她呀 还要继续读博士 好顺利啊 是呀 西西啊 你在哪个大学上的学啊 学设计的法国 还是意大利啊 嗯 江北设计大学 啊 江北 江北 还有这么一间大学啊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哎呀 我们西西啊 物性高 工作能力又强 这是哪个大学 都培养不出来的 是吧 对对对 是 大道师 我们这周末啊 搞了个酒会啊 真的 那一定去 是 谢谢 妈 其实啊 刚才他们说的话 并没有恶意 别往心里去啊 不会的妈 我没放行程 我知道 在你的眼里 这些优渥的条件 并不值得羡慕 其实配合这一切 都成了压力和负担 但是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 稀以为常的生活 这也是司沉的生活 既然你选择了她 就要相互适应 相互磨合 相互关心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成为尹太太的 你说对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知道 以后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还是有困难的 不过西西 你放心吧 以后啊 遇到什么困难 妈会全力支持你的 嗯 谢谢妈 哎呀 一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的 来啦 莫先生 是啊 还是老样子 嗯 好 里边去 稍等啊 西西 哎 学长 好 可以一起吃饭吗 最近看到你们很多新闻 看你们过得挺不错啊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嗯 之前 思成妈妈跟我说了些话 让我不禁在思考 她妈妈围带你了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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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思成妈妈她很好 她带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跟思成经历的再多 我们俩也很相爱 但是在外人看来好像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认识的西西 可不会被一个男子打败 季欣 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幸福 前提是 你真的幸福 放心了学长 我现在很幸福 我只是 在思考一些事情而已 我跟孙晨啊 只要尹四成 他不当面亲口跟我说 他不喜欢我了 或者说要跟我分开 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会把我们分开吧 行 我决定了 我现在不应该想这些 我应该努力地进步 让大家觉得我顾兮兮 不比任何人差 我要努力把西西做到最好 然后让大家觉得我跟一丝尘 是并肩作战的 干杯 来 你笑什么 你该不会觉得我不行吧 我只是一直想不通 为何顾兮兮你 一直都会有着 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希望 要知道 不是谁在月经千帆之后 都可以依旧保持不变的 信念和勇气 我好像没有你说得那么厉害 谢谢 我是衷心祝福你们两个 还有 不论你接下来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不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是朋友 谢谢学长 对了 你刚刚不是说 想要把西西店铺扩大吗 嗯 我知道有个不错的建议 首先呢 我想先把店铺扩大 然后